欢迎各位训练回到我们的课堂 我是传织播客讲师传织扫地生 下面呢我们给大家来一个最后的比赛结果 最后的比赛结果 那有了 比如说第一的比赛 他传个零过来 然后呢 运载结果的名单给搞进来 那我们用个位吧 比较合适一点 然后呢这个是 根据这个名单 把这个成绩给搞出来吧 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就来一把吧 这不应该来的含书了 这我们来个提示 就是第 第 几轮 第几轮 然后呢 进击名单 他要求我们打进击名单 然后呢 然后呢 index 然后呢 这个是加个1 下面呢我们放情怀 我们根据这个进击名单 1点 n路啊 i t 加加 根据这个竞技名单呢 我们来一个 参赛号 嗯 参赛编号 参赛 参加 参比赛 参赛编号 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给他搞出来的 参赛编号 我们一个冒号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新 it 啊 这个没什么说的 然后呢 我们再把那个 来个跳格 我们再来一个 名称吧 选手的名称 选手的名称 我们应该是这么找 根据这个参赛号 新 it 点 m name 出来了吗 然后呢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 Mapspeaker 然后呢 再来 他有中国号 然后呢 新号it 得分 搞出来 啊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貌似啊 把这个函数也搞完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代码 这个是本身sd 嗯 另外 啊 第几轮比赛 中国号 我们再来 再来 再来 我骑骗一把 OK 那么 我们看一下啊 那这个代码搞定了 那第一轮 第一轮打印 第一轮比赛 然后第二轮 比赛 这是一呀 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打印 第三轮决赛 这是二 第三轮打印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整个函数 都开发完毕了 下面呢 我们调试一把 调试一把 我们走到这里了啊 就这里了 那么比赛这个我们是有了 我们直接看比赛选手是12个人 这12人呢 我们打印 我们打印 F11进去 那这样就打印了啊 打印 然后放在这里 走个泥 那我们看结果 那么我们看啊 小组的比赛成绩 这是第一个小组 第一轮啊 第一个小组 第二个小组 第三个小组 还有第四个小组 然后呢 每个小组啊 取前三名 看取得对不对 10611104是第一个小组的 10611104 哎 这是对了啊 然后第二个小组的前三名 102115118 10215118 对了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第一轮进入名单 就 新鲜的出炉了啊 那么很高兴 然后呢 再往下来 F10 再进行第二轮抽签 第二轮 然后同样的函数 然后再进行第二轮进行比赛 同样的函数 然后再进行第三轮打印 第二轮的打印 第二轮打印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第二轮应该有两组啊 这是第二轮的两组吗 这两组球前三名也 进一进一名单是六个选手 哎 也搞定了 挺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F10 再往来第三名 前三名 前三名也出来了啊 第三轮进行比赛就前三名啊 OK 你看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吧 然后呢 我们再优化一把啊 再优化一把 啊 我们这样怎么优化呢 我们 嗯 这个地方还有点不友好 这个地方啊 然后呢 我们搞什么呢 就是说 任意见 任意见 开始 开始 第一轮 第三啊 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用一个声音点儿干啥啊 啊 来不及便宜吧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任意见开始第二轮比赛 那那任意见开始第三轮比赛就决赛 那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那那我们整体跑一把试试 呃 任意见开始第一轮比赛 啊 我们这个调试了啊 把这段链拆掉 那那走你 哎 出出出来了 是吧 你看第一轮比赛 这个情况给打印出来挺好 然后呢 在任意见 开始第二轮比赛 开始第二轮比赛 你看从这里啊 挺好 然后再再这一件啊 第三轮比赛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完整整的把这个 STL的延传比赛这个模型啊 给大家讲完了 通过这个案例啊 我们会发现 呃 STL 它确实实是很好用的 啊 这么一个复杂的问题啊 他把这些算法排序啊 还有前三名后三名啊 还有这是评委得分啊什么的 他都给你 像数据库那样存储起来 很方便很方便 所以说呢 STL呢 对世界家成员成员来讲 是一把利器 呃需要我们学员任意的消化和吸收 所以说我们学员应该把 啊 我们重点啊 放了什么呢 不应该学那么多 你之前很多的 你学也学不完 但你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知识体系给搭建完整 然后呢 用这个知识体系 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模型啊 这是最重要的 就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说这个案例啊 希望大家任意的消化吸收 你看我怎么样搭建放下的 怎么样协议和喊数的 怎么样调试的 那么啊 这么小的一个案例会了 以后呢 大的信息系统啊 也是这个套路一点点往 我网上组装是吧 ok 这个案例啊 就给大家切割在这里 啊 谢谢大家的收听 嗯 嗯 嗯